弟兄姐妹平安 愿每天神的话语都像全员甘露般 滋润你我的心 成为我们的帮助 也成为我们的提醒 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 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自己像不像神家里的人 在教会中 你觉得自己是外人或者是客旅 或自己已经是神家里的人 要成为神家里的人 是否有一些必要条件呢 要我们一起来检视自己的角色 首先我们的身份 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 使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被罪恶捆绑挟制的生命 如今因着神的怜悯 他牺牲的爱 拆毁了我们与神中间隔断的墙 使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复活 第十九节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他手中的工作 第十节说到这救赎的工作 为要叫我们行善 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神预备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呢 并非其他民间信仰所说 要做善事既功德 而是神要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 不仅先与神和好 第二 要与人和好 要爱你的家人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和而为一的心 这是在以风所书四章三节所说的 当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帮补 就能够在爱中建立教会 这教会是耶稣基督保血 所买赎的教会 也就是神的家 当我们是一家人 回到家中 就不只是为自己的需要 更要付出参与 投入家中的事 在教会一起参与侍奉 彼此关心辅助 委身在小组 委身在家中 当我们彼此相爱 众人因此就会认出 我们是属神的门徒 也就见证了神的爱 在我们当中 这是神所喜悦 预备叫我们行的 因此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防角石 防角石具有定向定位的功能 也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 为我们行事的基准 凡是查验寻求神的心意 知道他喜欢我们怎么做 愿意顺服主权 愿意容神一人 让我们这个家 成为圣灵欢喜同住的居所 让我们更多思想 圣灵喜欢住在我们里面吗 圣灵的做工 不论是在我们个人 或在教会中 是毫无拦阻 是顺畅的吗 愿我们这属神的殿 能够彰显 神荣耀同在的地方 别人会透过我们认识基督 宣扬主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求主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蒙了祢的救赎 我们已经是属祢的儿女 我们是神祢家中的人 让我们对我们的家 更有归属感 更有投入感 愿意更多的委身在当中 让我们不再是做客旅 不再是做外人 主我们要委身在 祢所爱的教会里面 让我们更愿意去彼此相爱 去成为祢所喜悦的人 愿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 是毫无拦阻的 愿意圣灵是喜欢住在 我们这个家里面 愿我们的生命成为 祢圣灵居住的店 谢谢主 听我们在祢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